你覺得現在的專型巴士服務 有沒有改進? 有時也很好 老人家坐定他才開車 這車是新正的,冷氣挺好的 專型巴士是香港最具效率 和最重要的路面集體運輸工具 平均每天載客量超過300萬人士 巴士公司的員工每天緊守崗位 為市民提供安全和優質的巴士服務 真是很值得加許 今天運輸署就舉辦了 巴士安全卓越頒獎典禮2024 表揚一眾巴士公司及員工 出席頒獎典禮的主例嘉賓包括 運輸及物流局常任秘書長陳美寶 運輸署署長李仲恩 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主席陳恆斌 航運交通界立法會議員易志明 交通諮詢委員會主席張仁良教授 以及香港警務署總警司陳肖明 所有得獎者都是由各專營巴士公司 根據員工過往一年的安全服務表現 向運輸署推薦的 恭喜各位得獎者 有甚麼心得可以分享呢 大山的一彎多路窄更加留意小心 有些牛隻和單車更加小心彎位 每次開車都要專心 留心和不要分心 我覺得做車長除了技術和心態之外 肩負保障城下安全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使命 不斷提升巴士駕駛安全是我們公司的使命 公公婆婆都不用擔心 因為我們車中會降低地台讓你上來 這日的特別嘉賓還有Rosita郭柏妍 他自小便是一位巴士迷 最喜歡一邊坐巴士一邊看風景 專營巴士每日需要長時間行駛服務市民 要確保巴士基件正常運作 需要一班在背後出色和專業的技術團隊 工程師、技工和駕駛導師等配合 希望各巴士公司員工繼續努力 用心為市民服務